中國人怕鬼 鬼也怕中國人 歡迎來到全新改版的 開什麼玩笑 全新改版的開什麼玩笑 除了以前有的精彩內容 通通都有之外 我們在這邊每一個禮拜 還會給大家看很恐怖 很驚悚很害人的靈異畫面 每一位來賓也都重新的安排 介紹第一位來賓 在我右手邊的是 我們靈學界的權威 同時長相也是靈學界的權威 歡迎彭教授 第二位也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台主 這個單元只要有他的部分 收視率就特別高 小朋友也紛紛把它當作 一個模仿的對象 教育部 甚至要以他的這個台語的表現 來作為這個中小學生 台語的一個教學 教材的一個模範 來 我們歡迎馬國畢 大家好 我是馬國畢 你這樣人很擔心 那個人一直穿起來 你知道嗎 不用說我 不用說一遍 不用說一遍 不然我存在來賓 給我介紹一下 好 那麼歡迎我們節目裡面 唯一的女丑 也是我們這個大家的開心果 長得非常漂亮 又會唱歌又有才華 來 熱烈掌聲歡迎福周伯 老公 這個模仿的要拿起來 我們也看到畫面 停留在一個很難看的女士臉上 因為一開始我們要給大家看一個 靈異畫面 今天我們的靈異的畫面 就由黃佳謙來給我們介紹 來 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這個照片 是在網路上非常非常流傳 非常非常盛行的一張照片 我相信我拿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 灑尿 因為嚇到 來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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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二 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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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在正中間有一張臉 在正中間 現在看不清楚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放大的給大家看 這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二十一世紀的超驚悚照片 即將公開 小心嚇破你的檔 現在看不清楚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放大的給大家看 這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其實它爆炸的時候 是會冒很多很多的濃煙 這是濃煙 然後上面有一個鬼臉 這個是眼睛 這個是鼻子 傳說中的撒旦 就出現在這張照片上 恐怖吧 這個 其實這張照片 我相信大家在 這個事發的新聞當中 應該也有看到 彭教授 您覺得這個是真的一個撒旦 一個魔鬼的形象被我們拍到 還是只是巧合 如果我個人來看的話 我的意見是一個巧合 那因為美國人的這個 他們整個的信仰的兩個極端 是耶穌跟撒旦 對 所以他們會認為這個是一個恐怖的代表 那如果說美國人認為它是真的話 我倒相信它是一種警告的意味 因為我看過我們台灣的 比較可怕的照片 是有一個瀑布即將要倒塌之前 學生壓著很多人 他們在倒塌之前所拍的 瀑布拍下來旁邊有黑白無常 還拿著鐵鍊在旁邊 真的假的 因為我看過 因為那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所相信的那個 那個是美國人所相信的 民族性的不同 對 所以在他們看來也許很恐怖 可是在我們的民進去看 我覺得我寧可相信它是一個巧合 我感覺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一個地方要抗一個時間 死那麼多人 它堅定有很大的願力 也就是這些人 他們在出生的時候 已經確定了今天要一起死亡 總共將近有1萬個人 你這是宿命論就對了 對… 所以同時產生了那個磁場的一個變化 修進是很惡毒的 很愛玩的 所以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煙 在燃燒過程當中 產生的這個畫面 我覺得不足為奇 應該有更恐怖的 如果說 我們把所有的畫面 慢慢慢慢一格一格來抽離它的話 應該有更恐怖的 有很多個鬼頭 或者是說更多的什麼奇奇怪怪的魔鬼 一起這樣子 對 我又發現到一個人 哪裡… 這是嘴巴 一個人就 嘴巴 對不對 他是這樣 各位 我起碼看到三四個 你先跟我們比賽一下 不要說 大家來說 那給他 這邊有兩個眼睛 跟鼻子的嘴巴 從側面來看這兩個眼睛 跟鼻子一個嘴巴 再從這邊來看 這就是黃佳謙今天要帶給我們這個 林毅的照片 當然是從這個網路上面所截取來的 那我們也希望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有拍到什麼不可思議的畫面 或者你的朋友 周遭的朋友 有類似這樣的影片或者是照片 歡迎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絡 我們都會在這邊公開 給大家看看 這一些林毅的不可思議的現象 我們也許可以做個現場的探討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林毅照片分享 那接下來 我想就到了彭教授的個人時間了 那我們掌聲歡迎彭教授 剛才福州伯提到說 如果一個地方要發生事情 可能很久以前就註定好了 那個地方的怨力會特別的大 那麼換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一個地方常常出事情 常常有人命在那邊不見了的話 那個怨力的集中也是滿可怕的 有四個年輕人 他們在農曆七月份的時候 到了宜蘭去玩 選擇的不是賓海公路 選擇的就是北宜公路 四個人開了一部車子 早上出發經過北宜公路沒事 到宜蘭去玩了 要回來的時候 天色已經黑了 滿晚的 開車的人開著 其他三個人已經睡著了 北宜公路 我們最著名的是 九彎十八拐這個地方 繞著繞著繞著 突然間霧開始聚集了 農霧聚集的時候 這個開車的人很緊張 把霧燈給打開 那麼能見度大概十公尺左右 它就沿著山壁的地方 靠山壁這樣子慢慢走慢慢走 閃燈也開始閃了 根本不敢開太快 忽然間霧散了 前面出現一條很筆直的大馬路 如果是這樣順順地開過去 會很舒服的 這位年輕人還滿機靈的 他馬上把車 他不對 北宜公路 九彎十八拐 照講沒有一條 這麼樣筆直的道路 他趕快把車子停在山壁旁邊 三個人在睡覺 根本沒有看到這個情形 過了幾分鐘之後 霧又聚集了 筆直的道路不見 霧又散開了 原來路是彎的 他就這個時候才敢 在往彎的路中開下去 這個說起來是有一點陷阱的感覺 就是冥冥當中把你注定一個陷阱 讓你在這個迷糊當中 誤以為路是直的 可能你就開進山崖下面去了 好了 這麼一路開到新店的時候 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那麼這三個朋友都醒了 他們也 這位開車的人也沒有跟他們提起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到了一個檳榔灘的時候 他們想要買點飲料來喝喝 這個檳榔灘 這個門是用透明的玻璃門關的 裡面坐一個阿伯在掛這個檳榔打 他們一下子 咕咕咕 咕咕咕 怎麼敲這個阿伯都是不開門 奇怪了 我沒跟你買飲料 阿伯你不就開門 這個阿伯你不用說了 你先把你的手勾給我看看 這是什麼道理 打開 把手伸去 讓阿伯摸 阿伯摸到了溫度之後 確定是人 於是開門賣他們的飲料 他們問說 阿伯怎麼這麼麻煩 就問看手是兵的 你怎麼買 阿伯說 從手的分開始 我來這裡買東西 人家太奇怪了 很多的提心代表 假裝改變人家座 很多民間的朋友 晚上到那邊去買東西 結果拿的是名字 所以他確定他是人之後 他才敢賣給他們東西 那麼這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很多狀況是 在我們人很恍惚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很多意外的事情 如果開車的時候很小心 讓自己的頭腦很清楚地判斷 每一種狀況危險 就不容易發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彭教授 彭教授講得很棒 每一次看電視的觀眾朋友 聽完你的話以後 其實對人生都會有一些 另外一種開悟 希望如此 太棒 好 那這個 緊接著下來 福州伯 現場好像也有準備一個 靈異的畫面 要讓大家來看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地方 很多朋友 有什麼用 不可思議的 都在我們這邊來探討 這樣好 總比去迷信自己弄一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就好多了 對… 今天這個新就在這邊 這是從南部戲上來的 我們一個朋友 他說他叫這個… 什麼名字不要講了 就洪小姐 那我們製作單位 很費心地拍成一個 類似戲劇的 給大家觀賞 了解 這場戲到底是在說什麼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這段的VCR01傳說 小芬是一個大一 準備升大二的學生 就在那一年的暑假 他來到了一家傳播公司打工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社會上工作 雖然他只是利用短短兩個月的暑假時間來打工 但是他卻是相當的認真 對於主管所交代的事情 都會盡力地來完成 就在一天的晚上 主管拿了一些公文來到他的面前 這個工人再麻煩你處理一下 那處理好之後你再交給我 OK 沒問題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好 好 主管交代了小芬事情之後 他坐在位子上 心裡想 等到畢業之後 他還想要在這間公司上班 雖然主管沒有限定他什麼時候 要辦好這件事 但是他為了要讓老闆有好的印象 決定今天晚上 就把這一大堆公文整理好 到時候主管一定會誇獎他 於是馬上開始了整理的工作 小芬專注地忙著整理資料 早已經忘了時間 一直到他覺得精疲力盡 好累好累想要休息的時候 他抬頭看看時鐘 時間竟然已經是半夜12點 就在這個時候 小芬突然感覺到肚子不舒服 雖然此時此刻 寧靜中帶著一點恐怖 公司所有的人都已經下班了 辦公室空無一人 但是小芬也只好壯著膽子 起身往廁所走去 通往廁所的走廊 在這個時候顯得異常的可怕 但是肚子痛的小芬 小芬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小芬走到了廁所的門口 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黑暗 燈終於亮了 原本感覺到害怕的小芬 看到廁所裡什麼人都沒有 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但是廁所裡真的什麼都沒有嗎 大約一分鐘之後 在這個密閉空間的廁所裡 小芬竟然感覺到 有一股冷風向他吹來 讓他不禁打了一陣寒暄 廁所裡什麼聲音都沒有 也沒有發覺什麼異樣 但是隨後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這突如其來的敲門聲 把小芬嚇得不知所措 敲門聲暫時停了 一切恢復到之前的寂靜 下那天她心想 半夜12點 所有的人都已經下班了 整層樓只剩她一個人 怎麼可能有人來敲門呢 而且敲得這麼急著 這麼犀利 為了要解開心中的疑惑 小芬決定拂起勇氣 打開門一探究竟 門外根本沒有人 難道是廁所鬧鬼嗎 小芬心裡不禁這樣想著 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覺得害怕 在廁所裡不停的顫抖 廁所裡恐怖的氣氛 再加上他顫抖呼吸聲 讓他更加的毛骨悚然 他只想趕快把廁所上完 離開這個鬼地方 但是事情似乎不是小芬所能想像 因為更恐怖的事情,接著又發生了 小芬這次已經是嚇得魂飛魄散 幾乎還要崩潰 突然間,他隱約覺得在門的上方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 於是,他慢慢的往上看 慢慢的往上看 他看見了 到這邊就沒了 但是呢,我們看到這個 剛剛畫面也是滿恐怖的 如果是真實現象 你可以想像你在那個裡面 三更半夜一個人 結果人家敲你廁所門 這個福州伯,你覺得呢 如果是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可能是他們家的主管在考驗他 也許跑出來是他們家主管的臉 你說最後跑出來是主管 那主管的話 我覺得是他的好朋友 弄弄的我,他就這樣 拿著手把他拔下去 你跟台灣 喂,看起來 這個 我們孔孝壽呢,你覺得 我覺得 人在那種極度驚恐的情況之下 不管他看到什麼 一定都會尖叫 所以你覺得 後面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一定會有這種反應 對,肯定那邊是會動的 到底是什麼呢? 來,我們不如就馬上揭開民謎 所以大家再來看一下小菲小姐 到底被什麼東西嚇到 請看 天啊 又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小菲這一次已經是嚇得魂飛破散 幾乎還要崩潰 突然間 他隱約覺得 在門的上方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 於是 他慢慢地往上看 慢慢地往上看 他看見了 這個是我們呈現的戲劇 但是表現整個故事是 確實觀眾朋友寄信來 他自己親身的一個遭遇 會不會是因為他 敲到手都受傷了 就叫他出來 所以他手都是紅紅的 喂 你贏雙笑話 其實我有看過清楚的 那差不多是我高中畢業那一年 那... 你有念高中? 在哪一年 你以前我好幾個都沒差數嗎 我叫他跟他爐爐爐 爐爐爐爐爐爐 爐爐爐爐爐爐爐 有啦 好多耶 那我跟女朋友參加 是面海 在河濱島那一邊 哇塞 不是哇塞 那是一個工廠的樓上 我們就在那邊聊天啊 看海啊 只有聊天啊 你是要聽個故事嗎 像這個才跟你說 有多精彩 喂 不要亂 結果我就去便室 要他媽媽叫他 不要去便室 沒有啦 你不要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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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節目 看有 對 蛤有了 對啊 來啦 沒有啦 結果 他就回家 然後就去洗手間 我問一下 因為那個廁所下面 那個黑黑這樣 就是 就是他已經有工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那個辣燒辣燒 油油這樣 結果我就 怎麼馬上有一個人在 那我已經進來了 我就先尿尿 尿尿 我就門打開 沒有半個人 然後呢我就出去 他也讓我進來 我說 剛剛有人走進來 沒有 就真的沒有 但是你會覺得 剛剛那個畫面是 就是 很清潔 清潔到真的有 沒有感覺過 那個 不可能是一個人 你看到 是一個人的形 但是 你沒有感覺到 有任何人氣 整個都這樣 冷冷靜靜 我們剛剛討論 這個小芬小姐 她在屏東 這個發生事情的現場 我覺得 以我們本來做節目的精神 我們呢 要派我們的 靈異偵察員 去給她做現場的收密 看看 這個地方 是不是真的有靈異的事情 或者只需烏有 把這個收密